接下来这个节目非常非常的特别 希望大家静静的坐下来 在品尝我们现在serve给大家的点睛的同时 享受我们今天下面这个非常特别的节目 为什么特别 因为很多人知道旗袍 但是你们真正知道旗袍的起源 来历 有什么讲究 怎么穿 要穿什么 怎么设计 然后什么场合穿什么 什么都不穿 很多很多相关的知识 还有面料各方面的设计 真正懂的人有多少呢 接下来我们有请郭金平 旗袍专家给我们讲解一些旗袍方面的知识 可是在同时呢 我们还会有请古增艺术家 旗艳华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古增表演 在同时 同时 我们有请到来自欧洲的 著名的插发专家 任立米式 三位同台演出 与我们同时现场精彩的表演 下面我们有请这三位 美丽的家人 他们在哪里 郭金平老师呢 今天我们说了 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节目的时候 我们的中国气泡这首歌 就是我们郭金平老师 他写的 所以呢 正好现在他跟我们介绍气泡的起源 那么下边结果又请他们 谢谢您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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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有三個版本的開放給他們同時 第一次是美吽 有關的芝大家都很清楚 他覺得多艷彩 今天我們很幸運 帶了很多芝芝 她有100戚法的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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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她只有一些人 要分享和解釋 和解釋的知识 同时我们会有 其言华 或者武政 和平常的美丽 美丽的观众 同时 我们很幸运她 她是一位专业的工具 工具 她今天从我的家庭 她有所有的工具 她会在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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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的音乐 现在我们将来 给郭文虎 郭老师有请 谢谢大家 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 简单介绍一下 起袍的历史 然后呢 请大家欣赏一下 我的起袍 刚才好多朋友问 这是在卖起袍吗 我想呢 这个起袍呢 是不卖 因为是我自己的收藏 而且是我自己的size 大家一定能穿得上 所以感谢大家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起袍 了解一下起袍的历史 那我们知道起袍是中国传统女性的服饰 最具风情的中国符号 那起袍是中国女性的骄傲 那起袍呢 它的历史主要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东北片 那就是说满族靖观以前 这是满族的服装 那第二个阶段是在满族靖观以后的 在北京的 就像我 我们这首中国乞讨这首歌 是孔子学院和甜风传媒合作的 那很荣幸 我有这个机会 写了这首歌词 那京城格格齐头高 也就是说在那个阶段 是京城的格格 他们穿的旗袍 那下一个阶段呢 是在上海片 也就是从1911年以后的民国时代 在这个上海的旗袍 当时是引领了东方的时尚 也就是说在那个阶段 连经三百多年的服饰 满旱呢 这个服饰互相交融 这个上海呢 成为了东方巴黎 变定了这个上海作为 这个当时的这个时尚的之都 当时我们可以欣赏到很多的日历 很多的乐意这个画 都是一些西方美女 那在那个阶段 北京的京派齐头和上海的海派齐头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特点 那京派呢 他有一种官派的作风 端庄 法规 那海派呢 他有更多的这个风韵妖娆 他更多的吸收了西方的特点 在此阶段之后呢 我们又来了齐头的第四个阶段 也就是港台片 在1950年代以后 那旗袍在香港 在台湾 继续盛行 那第五个阶段 也就是现在 也叫国际 国际 国际一篇 那在这个阶段 那旗袍它 不仅在中国 在大陆 香港 台湾 而且在国际 包括我们美国 都非常盛行 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旗袍会 中国旗袍会 在中国 在全世界 都有这么多的分支机构 那 现在我想简单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旗袍的分类 那旗袍 建厂旗袍呢 主要你要看它的几个特点 第一个是它的那个包边 我的旗袍呢 全部是我自己设计 找人定做的 然后在设计的时候 要考虑到这个包边 我们在场的这么多 女士美女 我们都穿的旗袍 那你自己看一下 你的旗袍是几层包边 我的旗袍 基本上是三层到四层的包边 除了包边以外 我们主要是看这个盘扣的特点 我这有几件旗袍的盘扣 是非常精致的 填充性的这种盘扣 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这样的旗袍盘扣 它就是有那个填充物在里面的 这是最精致的一种 盘扣 在这个盘扣的配色上 我们可以根据旗袍的八色来配色 那另外旗袍的分类呢 主要是看这个它的面料 这个面料我们以真丝为主 因为毕竟中国是这个真丝的这个发源地 丝绸之路的发源地 那旗袍像这样的旗袍呢 它是硬化的真丝旗袍 像这个旗袍呢它是手绘的旗袍 那我身上穿的这一件旗袍呢 是手绣的绣发的旗袍 我想请问大家哪一件是最贵的 对了 手绣是最贵的 其次呢就是什么 手绘的旗袍 再次呢才是这种硬化的旗袍 那除了这个包边盘扣呢 我们还要注意一下旗袍的开叉 这个开叉因为我穿旗袍 在国内一直穿 所以我自己设计旗袍的时候 我会调整这个开叉 这个开叉放的能够在课堂上穿 所以就是开叉比较低 大家买个旗袍呢 所以开叉就比较高 所以要注意一下这个开叉 另外呢就是这个开筋 这个旗袍的开筋 基本上是从右边的开筋 这是我简单介绍一下旗袍 那至于如何去选择旗袍 每个女士有自己的喜好 有人喜欢红色系 有人喜欢蓝色系 这个就是说旗袍最好是什么呢 就是让这个花色呢不要太断 不要超过这个三种颜色 看一下我们谭亏美女的旗袍 它就是两种颜色 所以呢尽量让它的颜色 比较就是突出 两种颜色的对比是比较好看的 像这一款旗袍 它就是两种颜色 基本上是两种颜色的对比 除了这个 这个选择旗袍的这个 这个设计它的这个面料 在选择之外呢 还有这个传统的一些吉祥图案 是中国人喜欢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款叫 百叶穿花 下一个呢叫 喜上之头 就是我选了其中的两个 但旗袍呢就是说不同的颜色呢 它有不同的意味 比如说红色的旗袍 它表示了喜庆 我们过年过春节过中秋节都穿红色的旗袍 那黄色的呢可能更 像皇家的 有庸容绿色呢就更加清新 蓝色呢就更加 温暖明镜 紫色呢也更加高贵 那我们有机会回国的时候呢 在哪里去买到旗袍呢 就是说北京和上海 主要是上海 上海呢它长乐路 这个茂名南路 它有旗袍的一些名店 一些著名的一些旗袍品牌 有些品牌有这个什么 曼罗兰啊 龙凤啊 什么利古龙啊 这样的一些旗袍 是上海的一些名店 下面我们向观众展示一下 名人与旗袍 为什么旗袍这么流行 我们很多的影视剧里面的这些名人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是宋美名 那下面是 那下面是 张爱玲 周璇 邓 邓麗君 下面是这个 金陵十三猜 张子霓 还有龚立 陈树 在新上海滩 演艺的风景观中的旗袍 另外还有这个 电视游戏剧 旗袍旗袍 就是马苏主演的 另外大家熟悉的这个 这个色戒里面的旗袍 还有 呃 呃 呃 他在纸碎 特别在美国 不知道如何去买旗袍 如果没有朋友从中国来 你可以请他们 在淘宝上买 甚至去定制 像我这些旗袍 都是在淘宝上去定制的 啊 定制的过程中 我是这样 我是去找那个 真思面料的店去买面料 然后去设计以后 让这个 呃 这个旗袍店去给我定制 啊 这就是我对大家的一个汇报 谢谢大家 油跟企业 咱们细下交流 谢谢 谢谢